B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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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粉絲 我是BUCKY CAPPY STONE 我是黏土 某一天我就在想 我竟然都蓋出了所有的村民職業的室內裝潢 那要不要蓋個房子啊 所以我就想出了這一集的內容 我有預感這一切一定會非常好玩 我這次選用方解石加上白色混凝土粉末 去創造綿羊身上羊毛的異象 那我先蓋在前面這一棟小洞的好了 那它的地基 因為它是蓋在山坡斜的地方嘛 所以這個地基需要揣摩一下 需要研究一下 那麼地基我用的風格比較零碎一點 就很像碎石堆亂擺的那種感覺 看起來不怎麼整齊 而且還有一點風化 但是這樣子配合起來我覺得會比較原始 OK 那牆面的裝飾我大致沒有動的太多 正面我加了一個大大的落地窗 然後用閃長岩去做點綴 可是側邊這個屋簷我蠻喜歡的 用柵欄門去當作支架 然後配合地板門還有半磚去創造這個屋簷 這個太可愛了 蓋這個屋簷我用半磚 還有地板門去創造這個穿插的蓋法 那頂端我是採用一個比較圓形 又不怎麼圓形的這個造型 一來是沒有蓋過這種東西 二來是想要創造羊毛一團一團的感覺 最後我還加了兩個羊的腳 主樓的左半邊 首先我先向外突出兩格 一二去增加這些柱子 兩根柱子之間取平均 把這一邊牆面去往內凹創造立體感 這個手法用過恩便了 但還是很好用 屋簷也是採用剛剛半磚加上地板門的穿插式蓋法 雖然這種小小的細節看起來不怎麼樣對吧 大家可以多去注意每個建築這種小小不起眼的細節 雖然它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 但它還是建築整個整體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創造出來的視覺效果 它跟其他元素合起來的視覺效果 還是不容小區的 這邊順便教一下大家 這種屋頂是怎麼蓋的 它的靈感源自於牧羊人村民 它的造型 它頭上會帶一個帽子有沒有 就是這個東西 那麼一開始我的地基是打一個圓形的 所以就先順著它蓋上去 蓋出第一層 也就是最外圈的部分 第一圈會比較蓋的高一點 那第二第三圈甚至第四圈 應該是不會到第四圈啦 因為我要讓它的平面 對不對 它的頂面保持平面 這個是第三圈創造出來的效果 而第四圈看起來就會比較堅硬一點 我會想要讓它像一個帽子一樣 我會想要讓它平一點 所以第四圈我是不會加的 那麼蓋法是這樣子 你越往上 那就會往內縮一圈 往上一圈 就會往內縮一圈 就像這樣子 像階梯狀一樣 一開始在側邊會看起來這樣子 方方的 你可以把角落打掉 去創造更多的立體感 這樣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那加上不同的材質 同一種色系的方塊 去創造更多的材質上的細節 一個超大的楊角 在計畫這一集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這種很抽象的東西 我想要秉除掉之前那些 傳統的建築形式 就是屋頂啊 牆面等等 而這次屋頂 我想到就是用大楊角去 取代原本這種 這種比較傳統性的屋頂 而且這樣看起來會更有特色 因為我們主題就是牧羊人嘛 那在蓋的時候 我為了增加立體感 越往外邊 我會讓它越突出來 這樣一螺一螺一螺 這樣一圈一圈的進去 雖然從頂邊看 看起來很像蝸牛殼 但側邊我們做得非常好 是吧 再來側邊這裡 我不知道要加什麼 畢竟這個屋頂太特別了 我還在想 這個空洞要怎麼去補齊 最後把這邊變成一個 角窗加上陽台的構造 在蓋自動建築的規劃的時候 我想到了要怎麼去 讓它的建築顯得更有特色 所以我就加了這個羊圈 首先這整個造景的打底 是旁邊這些像柵欄的 巨大柵欄的東西 我們在蓋任何東西的時候 都會有個邊界嘛 那你的邊界 這次的邊界就是用原木 搭建起來這個巨大型柵欄 去撐托出一個羊圈的感覺 再來是這個巨大的剪刀插在這一坨羊毛上 也當作一種象徵物 我想不少人應該都看過 牧羊人手上會拿著這個法杖類的東西吧 那麼我稍微爬文了一下 這個手杖是有一些典故跟故事的 是跟紀錄教有關係的 像是它的用途有牧羊用的工具嘛 可以趕羊 可以住行當作拐杖 可以防身驅趕野獸 還可以作為管教的工具 可使用杖折打孩童 使他能走當行的道 呵呵 不要亂爬 折打你的孩童 使他能走當行的道 欸 很受用 就是藉由羊群放牧的例子來告訴大家 好的領導人不是要限制部署 而是要保護你的部署 讓你的部署順服組織的規範 是一種藝術 喔 而且前面的這個勾 是可以把偏離羊群的羊把它勾回來 然後當這個東西蓋完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了 以前小時候信箱 別人的信箱都不是有那個羊奶箱嗎 所以我就蓋了一個羊奶 接下來是室內裝潢的部分 首先大門進來這裡 全部都是堆放我們羊毛貨物的區域 生存絕對會用到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牆面櫃 大力的推薦 有沒有想過跟羊住在一起 如果你是個牧羊人 然後跟羊住在一起 它同時是你的生產工具 它同時也是你的裝飾 這麼新穎的設計 整面的這個自動化 剪羊毛機器 讓所有來到你家裡的朋友 絕對知道你是幹哪一行的 這樣一方面我們就不用 就再多蓋一個區域是 剪羊毛機器的 然後你還可以當作自己家來住 那麼走下來進到這裡 就是我們的工作環境 我們的廚房 本來在蓋這個區域的時候 我在想說 我在擔心 阿怎麼辦 要怎麼跟建築結合阿 這兩個元素根本不搭幹 老老便我就想出了這個東西 建築結合生存 再結合紅石 喔天哪 最後我們的臥室 從一樓這邊 樓梯走上來 一樣也是我們的牧羊人畫家 風格的臥室 那這次我蓋的方式是先蓋外觀嘛 才蓋室內 所以我做出了這個 呃 沒有在預期的情況下做出這個 樓中樓中樓的設計 然後還有一個寵物羊的吊燈 除了前面這隻以外 頭上還有一隻 在這個地圖裡 這隻羊 這些羊已經變成一種裝飾品 然後那上樓後 我一樣也是讓它呈現很多的不同樣式的旗幟 花花草草 盡量讓整個空間繽紛 然後綠意盎然一點 一如往常簡單實用的方法 擺上盆栽擦上不同的顏色的植物 在牆面也是一樣 用不同的畫作去穿插 把這些原本沒有東西的牆面讓它繽紛一點 它整體看起來就會非常棒 最後我們的主臥上來 一樣 雖然村民不會爬樓梯 臥室外銜接一個陽台 那在這邊我有放一張椅子 可以在這邊欣賞花草 然後一陣風吹過來 滿滿的陽大便味 就吹進我的房間裡 好的各位覺得怎麼樣 這一棟房子裡面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設計呢 而這次牧羊人主題的建築風格 是否有到位呢 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最後我要把這周遭做一點 小小的美化 這樣拍replaymod的時候才會比較好看 那這裡是BlockyCabinstone 我們下期 再見 咩咩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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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